大家好,我是廖阿倫神父 我也曾经经历过挫败和失望的时间 我自己读书真是不聪明的 尤其是在中学阶段 我自己小学都比较好些 所以有些成绩可以考到上一间天主教学校 但去到中学 因为有很多文化上的转变 很多的适应 还有方法里面有很多的英文 所以我有自己很大的困难 好记得每一次派成绩表 都是满光红的 所以为自己有很多的失望 很多的挫败感在当中 那怎么算好呢? 幸好我读一间天主教学校 在那里我学习到祈祷 在祈祷里面我跟耶稣说 耶稣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我力量 不奇怪 自己的心体会耶稣陪伴那份平安 和他的安慰 之后耶稣让我慢慢去开放自己 去看到身边的人 对我的鼓励、陪伴和爱 尤其是学校的老师、修女和家人 在这些挫败、失望里面 他们没有离开过我 都帮助我慢慢去看到 学习上面困难的地方 如何去适应多些 然后呢? 因为我也看到 学习生涯不是单单一个出路 可以为自己寻找一些兴趣 所以呢 我之后转了去 职业、学校、读书 在那里呢 我自己的学习很开心 要体会另一些出路 实在生命有很多出路 当我们依靠着天主的时候 我们发觉 生命有很多可能性 是我们想象不到的 在这里呢 我自己想起一句圣经的金句 这句圣经的金句 都是在我升神父的时候 和大家一起互面的 这句圣经的金句 来自《格林多人前书》 第二章第九节 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 是眼所未见 耳所未闻 人心所未想到的 我是廖雅人神父 与主共理 迈步前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